而事实是 哪有更好方法去祝福 比起冬天宇宙节奏 在中国城市心中 五龙五世的罗虎宣天 希望一扫病毒的阴霾 而罗多姿的亚洲选美小姐宛如嫦娥 这是疫情发生后 首次旧金山的实体中秋节庆祝活动 这里就是中国城中秋节的摆结会 由于是疫后首次举办 因此吸引大批民众 闲来观赏舞龙五世 以及街头艺人的表演 成立于1919年 这家中国城餐厅的经理居民说 餐厅空位仍然很多 人潮还是不够 这些人来进来 因为他们去街址 而去年一年都在台湾 今年五月才重新开业的旅行设业者 Harry说 好不容易要出团了 却因为Delta病毒必须延期 我们本来九月份的时候有计划要去 但是因为这个Delta变种的关系 因为我们不能够再开车过去了 我们要直接飞到那边去 所以坐飞机的话稍微会有一些顾虑 很多人可能就会暂缓 变种病毒的搅局也减缓了观光业恢复的速度 今年旅客数虽较去年大幅增加 但是较2019年仍然显著下滑了近四成 旅客消费金额与2019年相比 下滑的幅度更是惊人 将近六成 旅行社业者预估 2025年观光业才能真正恢复 实际到明天聚集的联合广场 一看人潮已久不多 虽然与去年相比 已可以看到观光巴士在营运 旧金山观光之所以恢复缓慢 是因为它相当依赖国际旅客 会展和企业支出 而随着九月加强剂疫苗的施打 业者说渴望十月后的邮轮 以及明年的会展活动慢慢的回流 使这个观光大都市再度恢复往日的荣景 华语新闻特派记者曾玉金 在旧金山的采动报道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 全球指数型股票基金ETF 在今年1月到8月 已经吸引了8342亿美元 大约23兆新台币的净资金流入 刷新去年1月到12月的7628亿美元 约21兆新台币的历史记录 根据数据供应上ETFGI 在市场走高跟投资金额增加之际 全球ETF持有的资产规模 扩增到了9.7兆美元 相当于268兆新台币 是2018年低金融商品 跟基金管理规模的两倍以上 美国投资人持续撤离 收取较高管理费的主动型共同基金 让流入ETF的金额增加 另外美国投资公司协会数据显示 主动型的美股共同基金 在过去13年有12年净流出 累计净流出已经来到了2.8兆美元 相当于77兆新台币 ETFGI的创办人指出 在全球金融危机结束之后 这股美国跟投资人带起 从主动型基金转向ETF的风潮 已经遍布金融市场 同时显示了投资人 对低成本投资工具的热情 持续升温 南韩针对科技巨头垄断市场 14号再度祭出重手 对Google开发 南韩国评会表示 三星和LG等手机生产商签订AFA协议 防止生产商建制Android客制化修改版本 这被认为是为了巩固自家公司 在手机开发系统市场中的龙头地位 因此对Google财罚1.77亿美元 约台币50亿元 而Google随后声明回应 Android系统加速本土创新改正用户体验 南韩政府对此开罚显然是破坏 消费者享有优势 因此决定提出上诉 波南韩对社群平台垄断强力打击 即8月要求苹果和Google应用商店 开放第三方支付系统限制抽成 这会针对社群平台 耐用市场主导地位寄出天价罚款 金额堪称是历来 反垄断案件第九纲 也引来国际关注 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旗下蚂蚁金服 传出再度遭到北京整肃 英国金融时报12号引述消息人士说法 从中国主管机关已经下令 要蚂蚁金服断开旗下高收入的放款业务 花呗和借杯 并分别量身打造独立的应用程式 同时也要求交出支撑贷款决策的用户资料 转交给国家所有新成立的信用评分合资企业 未来若是支付宝用户要申请信贷 资料将会转至信用评分合资企业 最后才会由新设立的花呗和借杯APP 发放贷款 显然是有意要减缓蚂蚁金服 借贷事业的成长速度 对此分析指出蚂蚁去年计划IPO 借助的就是放款业务花呗借杯 去年上半年营收占集团高近四成 此外据去年六月底数据 支付宝逾十亿用户 过去一年支付总额高达118兆人民币 显然是马云支付企业的金基姆 中国这回再度出手 从消费者数据到发放贷款 都由中国政府严选 形同断了马云左膀右臂 要塞英雄的游戏开发商 EPIC GAMES 与苹果公司的诉讼十号落幕 美国法院以做法限制的竞争为由 向苹果下达永久的禁令 要求十号起90天的缓冲期过后 也就是在12月9号起 苹果必须允许应用程式的替代支付方式 不得禁止应用程式的开发商 引导用户透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付费 不过EPIC GAMES也必须向苹果支付 违约赔偿金至少400万美元 先前南韩已经首开了全球先例 透过修法的手段 来禁止苹果和Google等手机平台巨头 强制应用程式的开发商 使用其支付系统 开发商应该要可以绕过 iOS和安卓的应用程式商店 转用其他方式收费 以避开上看三成的高额佣金 不过EPIC GAMES的共同创办人斯维尼 表示并不满意美国法院判决的结果 因为判决力度没有大到允许企业 用自己的支付系统 完成应用程式内的购买 因此要再英雄不会重回App Store 另一方面专家指出 美国法院的判决势必大大影响了 苹果App Store原先封闭式平台的 引力模式 而消息一出 10号苹果公司的股价跌幅一度 逼近4% 市值也一度蒸发了近850亿美元 日韩焦点全面掌握 东亚局势全球关注 新时代的区域进合 台湾in or out 每周四晚间8点58分 环宇看东亚 带您探索东亚震惊脉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